它是以A5和牛作為系列商品在賣的 它寫說它全部都是日本植蔬 中間這兩個呢 它其實叫做跟倒生泰霞 它真的是幾乎 跨比我的臉好大 嗯 很好咬耶 就算我一咬就化開了 它連那種材感都沒有 哇 這個油花真的很香耶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那根又大又出的 我們接貨獻報呢 在台北這裡有一間非常猛的吃到飽 它是以A5和牛作為系列商品在賣的 對 日本A5和牛 就是我們兩個一直說我們很喜歡的 整部的地圖 來這裡可以無限吃耶 我們今天呢就是趁平日中午來 因為平日中午呢 他們現在是有活動 打九折 有打九折 我們就是雖然要吃得很高級 但是有折扣還是要拿一下啦 對對對 好 走吧 在這裡 那我們這邊的話1580 主要是可以吃到我們最基本的 A5日本和牛的雙江雪花本汽雙江 那我們2280有多的部位 就是這些畫底線的地方 來 他們的菜單呢 非常淺顯易懂 它總共呢就是有兩種價位 1580還有2280 那它兩者的差異呢 它都有幫你畫底線的 喔 有顏色的就是它的差別啦 對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簡單的 去比例說你想要哪一種 這裡有樂眼上蓋 我記得好像蠻好吃的 而且還有你喜歡吃的 生食及干貝 它有干貝跟鮑魚 對 就是有一些比較升級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思考看看 想要哪一種 我現在還在選擇障礙中 那他們最後面這一頁呢 就是寫說 他們這裡用餐時間 幾乎120分鐘 欸 這樣很好欸 兩小時不怕你吃 而且它的食材這麼好的話 還可以吃兩小時 我覺得這樣我會蠻賺的 對 那我們最後面有看到這一行 它寫說它全部都是日本植蔬 這就是他們的肉類 喔 我看到了 師傅在那邊切 它就是那個機器啊 你點了之後 它就從這裡拿之後 過去切吧 你看它上面拿都表示說 它這裡的加工日 什麼會提醒來等等的 看得還蠻清楚的 感覺就很新鮮 看到這堆海鮮 應該就知道我們是點2280的套餐了吧 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大概點了什麼內容 那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海鮮盤 中間這兩個呢 它其實叫做根島生態蝦 聽說呢 是比天使紅蝦吃起來 會再更脆一點 然後這就是你最喜歡的 生食雞干貝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些滷味拼盤啊 海鮮 然後這個有一個叫做 蝦仁漿花枝漿 然後這些就是火鍋料系列 然後還有這個他們的蛋餃 聽說是從南門市場的知名攤販去購買的 就是比較不是像一般的便利商店 超商打開來放進去的這種 那我很期待我們的湯頭 等一下喝起來是怎麼樣 因為我最後點的呢 就是麻辣 還有雞把湯 因為我覺得它這樣子 一鍋送上來很有儀式感耶 我有點嚇到 對 就是通常你點一種東西 它就是來一盤 對一個小盤子啊 對 但它這個是你點什麼 它就幫你做 那個組合的搭配的擺盤 所以我們每個擺盤 都是看你當天你點了什麼 還要看師傅 所以師傅他們擺盤 就是需要鑽研的耶 真的耶 很用心耶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來 全部的規格 我們才花 兩個人的話 事前都非常划算耶 真的 你看我光是這一塊肉 它真的是幾乎 快比我的臉好大了 它沒有在跟你很薄很薄的 那種吃到飽耶 真的 很誇張耶 而且它的油花分布 真的是超級美 就是你在外面吃火鍋 我覺得你要點到這個價錢 其實也真的都是要一千塊起跳 我看到肉 我就覺得它的肉質都很漂亮 而且它的肉真的是還蠻厚的 它不會透光那種 然後他們剛才上菜的時候呢 都會稍微介紹一下說 這個大概要煮多久 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而且我們很在意的這個標示 它都有標 對 因為我們就是外行人 所以我們比較不知道 哪種肉是什麼樣子 它都會有寫比較清楚 我有一半人 然後說如果是瘦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用那麼熟 那如果油花多一點 就煮熟一點這樣子 嗯 很好咬耶 就稍微一咬就花開了 但是因為我選的這一塊 它是油花比較少的 所以你可以清楚的吃到 它每一塊就是它的肉的細緻度 然後聽說他們這裡的醬汁 也是獨門配方 醬汁感覺是重要的 嗯 它很暢吃 而且很酸酸甜甜的 一定要加 那如果大家有的不吃牛的話呢 它這裡其實也有 雙板豬跟西板牙一筆一豬 都是很高級的食材 所以我覺得妳在這裡 一定可以吃到很划算耶 目前我吃了一塊肉 我就覺得 我好像很適合帶朋友來吃 對啊 早餐那些很重要的人來 A5和牛掃烤店或者是火鍋店 點那個一盤要 3 4 5 6 7 8 100的那種 它是也是用QR Code點餐的 所以妳吃不夠 再點這樣子 對 這樣會比較新鮮 哇 很棒吧 超嫩 妳不會感受到纖維 很平垮 它連那種柴感都沒有 哇 這個油花真的很香耶 下一個我們來吃 樂眼上蓋 一次兩片 通常那個是不是在下面這樣喇喇就好了 就是不用太熟啊 對啊 妳這樣借我 欸我也有 對 妳也有 然後這個是魚露 我覺得吃起來還蠻清爽的 很好吃耶 它其實肉本身就很讚了 但是我覺得你加了真的是 一定要加 不會搶那個肉的味道 就是妳一樣可以吃到肉的口感 但是那個醬的味道 蠻加分的耶 還有一個我覺得超強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鮭魚卵和牛丼飯 這個在外面感覺也要兩百幾好嗎 我也捨不得吃耶 我覺得光吃這個其實也會很飽耶 重點是妳一碗不夠再來耶 哇 好讚喔 好爽喔 所以呢其實妳是點一千多元的套餐 也可以吃這個吃到飽耶 這樣就很夠了耶其實 對啊真的 我們兩個今天這樣花四千多塊 我甚至有可能吃不完 當然是它的肉全部都是用得很好 對 想吃看豬肉是不是 對 那聽說啊他們這個伊比利豬 他們是裡面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什麼脂肪酸啊等等的東西 那它是稍微變色就可以吃 我第一次遇到那種豬肉不用全熟的耶 因為那隻豬是吃相果長大的 哦真的就很厲害 這吃很好耶 吃起來有點不太像豬 很嫩耶 因為通常豬應該都是比較乾一點 對 我印象中 但它不會 這就是高級食材的威力 我們平常沒有吃習慣這個 真的耶 這兩個真的就是有差 雙版豬肉它吃起來就是脆口的 我現在都是只有留一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的醬真的是太好吃了 店員都是怎麼下肉的 看它的下那個時間 下第一片好像有點太久 我們講著講著就好了 差不多這種顏色就可以了 是嗎 欸 看起來好嫩喔 我們剛剛真的太熟了啦 那你啊 我剛剛就叫你起來了 這個顏色就是我在美食節目裡面看到的 嗯 比我弟快好吃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 就是請店員下飯 然後來下我的食材了 吃海鮮了 看他這個都已經幫我們處理好了 所以你直接下肉就好 可是不用下的 我剛才呢 已經吃掉一個零零卷了 我要把第二個也是 這個是我的 不要 你自己再點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零零卷啊 它其實有吸到它的湯汁 那我剛剛點的其實是麻辣鍋嘛 但我覺得它的辣呢 不會嗆辣 它是很溫順的辣 喝起來它把那個湯汁吸進去 我覺得味道還滿剛好的 重點是 我們一定要再加上他們的特飄醬 其實呢 我剛好發現到 他們這裡好像沒有一區是那個醬料區 不給你那個 普通的醬要打不贏我的醬 那聽說呢 他們這裡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服務 他們可以幫我們剝蝦耶 太讚了吧 那就不客氣囉 滿多的喔 哇 全部都剝好了 你看 來啦 兩兄弟去吧 好大隻喔 真的很強喔 對啊 超大隻的 就是你煮完還是那麼大隻 這是剛剛那隻根島蝦 那我們先吃的是他們的天使紅蝦 因為這樣外面會比較常見一點點 它搭配那個頭 好爽喔 然後那個根島蝦 哇 哇 然後你看看這個頭綠綠的 這就是為什麼它要叫根島蝦 因為它們是野外的 雖然它是吃的也生海藻 兩個有差嗎 差很多 真的喔 這個很超紮實的耶 所以如果來到這邊你愛吃蝦子 根島蝦點下去就對了 然後我們旁邊呢 這裡來了一個東西 它叫做神戶紅酒牛 它這個其實就是打卡可以送 它現在就是有活動這樣子 這個為什麼我們打卡送 我覺得它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它沒辦法讓人家點到飽 對 它是一年喔 只有700頭 對啊 那我們今天呢 遇到的部位呢是羽下 很失智耶 好美喔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那麼美的牛肉 因為這個部分是羽下嘛 它當然是一間間是進一隻牛 一整隻的 所以它在部位跟部位的切換之間 就會有轉換 那它們生日的話呢 也會有神戶紅酒牛的一些招待 趁生日月 對自己好一點 那我覺得你還是煮太熟了 那顏色還是一樣變深了 這個就真的像入口即化有沒有 你剛剛吃A5你還 我剛剛說沒有到那麼誇張 那這個就真的那麼誇張了 所以就是這個活動啦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稍微上考一下 好可惜喔 它不能一直吃 這真的很猛耶 應該是你人生最好吃的肉了吧 可以算是天花板的 如果這種店台中有的話 感覺不管什麼節日我們都會過去 剛才店員說呢 一定要吃看他們的甜點 要留一點空間給甜點 然後他說呢 這裡是在地小農合作的 它真的是很漂亮耶 我們剛剛六一有偷吃一口 他說這個它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想說會不會太奶對不對 對 我很害怕它就是牛奶味太重 結果吃進去發現它的蜂蜜味 很香 就是你吃進去的味道就是蜂蜜為主 超強 好那給大家最後一個大統整 快速的那種啦 非常推薦大家愛吃日本A5和牛的人 就是你們來自家就對了 因為它每一塊肉都是圓塊餡前 每一個呢都是非常的厚 那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吃的部位 然後一點一點去試 當然其他像是豬肉或澳洲和牛也都有 對 然後他們的海鮮啊 就是剛才看到那個根島蝦那麼大隻 然後它還可以有桌邊鼓舞幫你剝蝦 那他們這邊啊 還有他們的甜點我也覺得很讚 那環境的話我覺得就是很明亮 而且很寬敞 那停車的話呢 這附近其實有提供 我也覺得停車蠻方便的 重點就是它可以吃120分鐘 兩小時 喔 對 那如果想要試試看的人呢 我建議你們也可以平日中午來 因為還有打九折的優惠 我自己也覺得還蠻多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來到了集合用餐 我真的就是大母哥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